中国在南方中兴创始支出及正式加入成为其重要成员 多年来中国与南方中兴在抗击疫情消除贫控 促进国际贸易和投资 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积极开展合作 共同推动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一场 通过南方中兴这一平台 中国同世界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国家 分享了在全面脱贫、推进工业化等领域取得的宝贵经验 针对当前人类可持续发展事业遭遇严峻挑战 2021年9月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 倡议提出近两年来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 已有一百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倡议 仅70个国家加入倡议自由小组 倡议的理念和重点合作领域 与南方中兴的种子和工作重点密切相关 推进倡议已成为双方合作的一个新的增长点 相信有关合作将为知识发展中国家应对风险挑战 处理现实困难提供一系列薪资有效的方案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国际持续的参与者 建设者和维护者是和平的力量 发展的力量 中国将与南方中兴进一步加强沟通合作 坚持以发展为第一要务 推动把发展议题置于国际议程的核心位置 我们也同广大发展中国家一道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从政全球发展伙伴关系 扎实推进全球发展倡议 为如期实现所有可持续发展目标 凝聚广泛合力 同时我们要坚定加强团结协作 携手维护共同利益 冬促发达国家履行承诺 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实际支持 并对风化 削弱发展中国家正硬的图谋 保持高度警惕